Hello 大家好 莎姐 這麼早起床 其實我大概昨晚零上三點多才睡 我今早十點多時就起床了 其實我告訴你三點多 眼光在床上滾下滾下滾下 其實可能去到四五點都還未睡得著 今天十點鐘左右就醒了 這麼早了嗎 今天是什麼日子 雙十一 光棍節 作為單身歐歐的我 當然要吃一頓好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要買東西 其實我等一會都會吃一頓好的 原因就不是因為光棍節 擺明告訴大家我的節日 我不是這樣 因為真的不開心 我今早 其實因為現在工作關係 我都很少 大家知道我在黑暴時期 很多時都會和大家一起熬夜聽兩種 現在當然年紀老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工作的疲倦 工作上是不複雜的 但是早上起床那一刻就很慘了 畢竟如果我回東涌 這是我極其考量為何要辭職 他工作內容不辛苦的 輕鬆的 即是掃一下東西 做一下Payment 入一下機 這些很輕鬆的 加上那個現在真是 direct跟我Payment的男同事 他亦都很客氣的 真的覺得我是幫忙而已 即是做得多少就多少 所以就沒有壓力 但是上班很有壓力 是早上所謂上班 是真的乘車上班的上班 就不是上班做事的上班 所以其實接下來 當這個工作完了之後 可能會找下午的 因為其實我是晚上幾夜都可以的 但是早上起床就是很緊的事 我是那些所謂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有些人就說 如果你是晚上出生的 你都會是夜貓子的 我是凌晨出生的 所以大家知道是夜貓子 我是熬得夜 但是早起是不行的 我沒有抵血糖的 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早起是不行的 就是不會 神早開朗清新開朗的 那些就沒有的 今天就再重新聽梁總 我真的發覺這一輯 我是不可能一次過聽完 不是因為內容消化不了 是心情消化不了 當中其實 這次梁總是說耳疤 當中說 美國的議員 或者美國的發言人 就說 有人問到 現在以色列大屠殺 要種族滅絕 你怎麼看 他的回應就是 我們現在沒有足夠的資料 所以我們不如批評 你明白嗎 要有資料嗎 第二個國家我不敢說 但美國是不需要有資料的 突然令我想起一個經典劇 唐心風暴 不需要證據 我對眼就是證據 美國不需要對眼 美國是我不需要證據 我說就是證據 突然跟我說證據 你是不是覺得 這個智商稅是加得重了一點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去買東西 有時候被人找笨 這個是交智商稅 這個完全已經是 沒有下限的智商稅 我覺得 就算智商有多高 都搞不定 這件事 所以聽起來就很氣憤 我覺得 其實最簡單 美國也會說 你們派了兩個航母去 你真的叫那些阿拉伯人不要動 又說 其他國家 現在開始反水 其實美國不會反以色列 不過開始發覺 很嚴重 全世界 你要知道 以前美國 二戰之後 強盛的時候 周圍駐軍 周圍打的時候 你全世界反對都沒有用 他說是就是 我把嘴說是就是 但現在不同 現在每一個地方 其實都有自己的實力 已經不輪到美國說 一個港就是 因為以前 難聽說的 除了俄羅斯 跟它 撼得過之外 即是以前蘇聯 撼得過之外 基本上沒有一個國家 還有蘇聯 跟它都有一定的距離 現在怎樣 美國 是不是第一 我當它還是第一 綜合國力 可能還是叫國第一 但經濟 如果以個別體系來說 又未必是第一 所以 可能在經濟 科技 美國可能已經 不再是第一位 或者它還是第一 但已經有第二 跟它一起相半軍 更何況 現在很多國家的國力 都提長了 蘇聯 我們 還有其他的 就是 中東國家的軍力 各方面都提長了 你要問 它是否真的可以 同一時間對付這麼多地方 你要搞清楚 聯合國安理會說 要人道主義的時候 他的盟友 多數都是投棄票的 不夠投投反對票 只有他跟以色列 投反對票 一百幾十個國家 百幾個國家 其實 在聯合國內 193個國家 有140多以上的國家 是投贊成的 即是說 如果你繼續不人道 或者其他人 繼續這件事 是要以百幾個國家為敵 它能否支持得住 更何況 這百幾個國家 其中有些是卡著美國撥紙 它能否支持得住 它受不了 所以現在 國內很大反應 就是 現在種族滅絕 你怎麼說 當然美國是不會 有什麼的 政府 當時對那些 叫什麼 紅番 都是這樣 都是種族滅絕 它都沒有 做回以前的事 它都沒有 叫以色列不要這樣 看著來做 不是說反對以色列 是叫以色列看著來做 做得很好看 讓它有機會落下台街 叫以色列做得很好看 但以色列不展示它 其實它叫其他國家 幫忙維護人道 為什麼美國不做 為什麼要其他國家做 幫忙促進和平 要其他國家做 其實美國 一句就搞定 我不提供武器給你 一句 我開啟兩個航母 沒有 以色列馬上就 沒有這麼囂張 你想想 現在你在烏克蘭 把武器調回去 給以色列 你不調回去 以色列會不會這樣 到時 你航母不是開到來 以色列 可不可以這麼囂張 你不說你全力支持以色列 它夠不夠囂張 它不夠膽 因為就算它多自大也好 它也知道 它周圍那些國家 已經擺上桌面就說不妥了 你再這樣搞巴勒斯坦 我就不妥了 但周圍那些國家有什麼 伊朗 沙特這些 綜合戰力來說 如果不是有美國幫忙的話 以色列是打不過他們的 當然你說以色列有核武 你覺得以色列很大嗎 你有核武人家沒有嗎 你真的以為伊朗真的一個都沒有 我又不知道 可能真的沒有吧 但你不要忘記 你有核武 你以色列也會死的 以色列不太大 到時核武的擴散 你不要以為你以色列是可以 評估無事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聽完之後是很氣憤的 為什麼什麼都跟我們國家有關 你不要搞這麼多事 美國已經搞這麼多事 我又經常都說 我們不脫歐 你有本事脫歐嗎 經濟脫歐嗎 不是你不脫歐 難聽這句話 你不是為了大家經濟好 是你沒有本事脫歐 告訴你 你明白嗎 你不給我賺錢 你不給我錢 你貧窮 你買不起的東西 應該這樣說 你沒有錢買我的東西 你又不給我 我在賺不到你的錢 你又不給我自己出去賺錢 你什麼變態 其實 不單止是 當然現在國家 沒有限制 只是需要做一個程序 沒有不供應給他們 只是稀土和石墨 要檢測過 批准了才會供應 其實已經很人道 你都已經嘩嘩聲 難聽一點那句 如果我們國家 限制 抗生素原材料 限制其他醫藥的原材料 或者其他醫療的物料 出境的話 美國就死得 PPP 你要想一下 記不記得 新冠的時候 美國連絲袋都不夠 要我們中國加港絲袋 連這些基本的絲袋 防護衣 口罩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的 不是沒有辦法生產 但問題是 你要建一條生產線要多久 是不是它即時用不到 還有它的生產線 能否供應到全美國 更何況 更何況 成本有多貴 即是 我自己 新冠的時候 我自己新冠的時候 都有看過 啊 外面買那些 好像醫護的防衛衣 那些 好像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環保袋的質料 的防衛衣 好似圍起來 都要十元百元一件 十五百元一件 那當然 如果你是在醫療機構 大鎖入 就不會這麼貴 那你想想 我們中國生產 都尚且要這個價錢 你在美國生產要什麼價錢 那我們現在的口罩 如果中國生產的 你只是要求功能 你是不要求 要花花的話 其實大概 一元一個左右 那如果 我們新冠的時候 我們在香港生產 自己生產 他們說成本是兩元一個 那你想想 如果在美國生產 我想成本 一元美金 差不多 現在這個時候 那它怎麼用呢 買得多少個呢 那只要我們把 抗生素源材料 限制出口的話 美國就沒有什麼 你要知道 打傷一定受傷 你也不要說 打傷一定受傷 你在平時美國 那麼多槍擊案 那麼多斬人案 那麼多交通以外 你受傷人數不少 一做完手術 你就要抗生素 他們很流行的 抗生素 一定要 類似是一個 等於捐完血 會派餅乾給你的 一個動作來的 你做完手術 一定會派抗生素給你的 但只要我們 沒有 不供應這個原材料 或者限制這個原材料 那你抗生素的價錢 就會貴很多 你美國的萌生 生活 就會難 那麼 我們供應抗生素原材料 但其實我們沒有什麼 生產藥品 這個事實 有 但是很少說出口 去外地的 主要是因為我們自己 都不太夠用 但是問題是 我們多起幾條生產線 生產合格的藥品 如果我們真的不打算 供應限制抗生素去美國的話 或者限制抗生素去 供應去西方的話 其實有兩種狀況 簽訂合同 就是跟生產藥製 簽訂合同 就說 如果你要去西方 或者去美國 要得我同意 好像美國而已 你不要說我們壞 我們學美國而已 我們沒有說不給你 不過你要說一聲我們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很簡單 其實 你不需要印度這些劇場法 你可以去一些比較好一點的 例如泰國 它都有生產很多藥品 你可以去泰國生產 它也會有一些美國的formula 就是外國的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藥方 就是配方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的藥廠 他們都會賣一些配方出去 給其他藥廠生產的 就會便宜很多 其他藥廠就會在其他國家 便宜的國家去生產 可以這樣做 還有難聽一點講 我們中國藥品 都是一些高價值的東西 只不過它不是用英文 但是如果其他 你除了西方不承認之外 如果其他好像伊朗 中東那邊 承認OK的 那你就在我們那裡買中國藥品 都沒有問題的 但是 當然這個又會被人譴責 你不承認到 你不要還 你美國多承認不到 你黃之鋒都沒有救他 你承什麼 正如那次那個 現在經常說 美國記者爆了本身書 黃之鋒是幾次去美國領事館 去求庇護的 或者是求接走他的 但是美國駐港領事館都不肯 因為他們擔心 就是他們打算接了休斯頓 那個休斯頓 那個美國領事館 就是中國領事館 就怕我們中國會接香港那個 因為如果中國那個 接了香港那個 那個就不同接 接了我們現在 結果是接了成都那個 因為你要離境各方面 是麻煩一點的 錢走各方面都麻煩一點的 大家知道了 你要把錢搬走的時候 或者把東西搬走的時候 你中國是卡得宜很多 但香港不是這樣 你一旦要把錢搬走的時候 你一有機票就能走 香港是四通八達 走得全世界很多 但問題是 我們國家 你就算想走 偷渡走 都難的 因為他去外國的機器不是多 不是你一張機票 你就天天都可以到處飛 不是的 香港不是的 香港走路又容易 走資又容易 所以 他們不可以接了 即是他們美國 是不容許香港這個 美國領事館接的 加上傳遞消息 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間諜在香港 傳遞消息方面 香港是沒有王冠 所以他們不可以 大家知道 黃之鋒有多少價值 根本價值不多 他們是不會拿這個 這麼重要的據點去緩黃之鋒 所以 有什麼人權 黃之鋒 肥佬黎為你們 仆心仆命 你們說得幾什麼 黃之鋒和佩拿西拍照 見了你們的議員 你們都不要去的 人什麼權 你就在這裡說 你接走去 有本事 你有本事就好像當年 佩洛登那樣 去了俄國 你有本事就接黃之鋒 在美國領事館 然後運走去 不可以的 那你有什麼 講人權呢 你現在看到 喂 你不用啊 你想想 我們新疆沒有強迫勞工 只是叫那些學生 在新疆學習 其中學習普通話 即是官方議員普通話 你就說他 種族滅絕 要什麼 思想教育 或者是強迫勞動 你都出聲出到這樣啊 喂 強迫勞工 他有人工的 他 他就算怎樣強迫勞動 也有人工的 那不算是什麼 你說強迫勞動 沒有人工就說 他們做事是有人工的 那何況不是強迫啊 他 那當然上班是沒有人自願的 我都是強迫勞工 問題不是老闆強迫我 是生活經濟強迫我啊 大佬 我不做事哪有飯吃啊 那你都可以講得這麼大陣仗 喂 現在炸醫院啊 你強迫勞工都說到沒有人權啊 種族滅絕啊 那現在真的炸醫院 你強迫勞工都說了 你強迫勞工都說了 我 我資料不齊啊 新疆你有資料過嗎 我真的覺得 火都來了 好了不說這些什麼了 等一會去吃一頓好的 降降火 當然啦 剛才說了 雙十一了 大家想好買什麼了 說回一點點吧 由我淘寶這麼久的歷史 有一點點分享 第一 雙十一的東西 未必完全是便宜的 你要搞清楚 有時候可能是便宜一點 有時候可能是差不多的 因為畢竟 圖什麼 經什麼 那些 只是一個搭建平台 賣什麼東西呢 是廠家話事 或者是那個 網站話事 那就不關他事 你也知道了 我們PK 經常都說 現在多少錢 減到13.9 我自己 因為很多人都不會記得這些錢 但大家知道 說錢 是很認真的 其他東西不認真 說錢就認真 不是啊 我之前見他減價的時候 他說半價減到13.9 不是啊 之前減價的時候 好像是13元 為什麼突然說 由27元減到13.9 根本之前都沒有試過27元 之前都是14.5元 或者有時候 再減價的時候12.5 也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大家心目中有數才去買 不要以為真的減了很多 其實可能不是減很多 或者甚至沒什麼減 有些事情就提醒大家 注意一下 如果要買之前是小心點的 第一件事 就是食品 不是說內地食品 不安全 不衛生 完全沒有這樣說過的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那個網購平台 大型的 淘寶 大型平台 他們是監管得很厲害的 如果有人發現是有問題的 正如當初 Tricky Duck 有問題的 黑暴 支持黑暴 天貓華之理 全線落架 天貓 和你全線落架 不需要得你同意 我和你全線落架 有些沒有欲欲華的 你不用得你同意 我和你全線落架 封你浮 所以 有問題的食品 是不太存在的 但是 好不好吃的 另一件事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們香港人的口味 未必適應內地的口味 為何我這時候要強調香港人 因為就算我們 和廣東 即是我自己 和我家那邊 都是廣東 應該是同一個地方 但我發覺 小菜和那些 都是有少許差別 和香港煮法都有少許差別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雜食的 因為大家知道我自己 老爸那邊 是印尼華僑 所以對於那些香料 那些重口味 是容易接納很多 正如我現在吃印度的食物 雖然我覺得一般 但我依然是吃到的 印尼食物當然吃到 但有些人不會喜歡印尼食物 覺得什麼都甜的 那麽奇怪 咖喱也甜的 沙爹也甜的 這些就是印尼特色 你自己香港人接受不到 不代表那個不正宗 所以其實我是比較接受到這些食品 但我依然要告解大家 內地的口味味 是未必和香港的口味是一樣的 尤其是你會發覺 我吃日本拉麵 但你在香港吃日本拉麵 和你在日本吃日本拉麵 是兩個不同的景象 因為香港是調教了少許的 正如有很多的食品 在香港是調教了味道 就算吃M技 你在香港和美國吃都不同 在香港和日本吃都不同 因為是為了適應當地的口味 所以你要小心 你除非 你可能見到那樣東西很便宜 但你未試過 你可以買一包半包來試味 但不要學別人 你只要買一包半包是便宜 但你買一包超便宜 因為淘寶是這樣的 你買一包是便宜 但你買一包是便宜 但你買一包是便宜 你會忍不住買一包 但食品方面你真的不好 你真的不好 多一點沒問題 你真的不適合的味道最多用來擦手 沒所謂 但問題是食物不適合的話 你就看著它們 紙巾這些不適合 最多用來擦公共廁所的刺板 沒問題 大家對於食品方面小心點 很多食品都是麻辣 你會發覺都是那種味道 沒什麼清淡的味道 就算是葉醬 我那次去深圳吃那些 半麵的涼拌 你自己塗在湯麵裡吃那些 都是很鹹的 是重口味很多 香港人未必習慣的 我都吃得重口味的 但那些我真的覺得 完全是重得很離譜 所以 除非你吃過那塊 如果不是你想買的話 建議你買少許就好 一包半包先試 然後覺得好吃的 老老實實 經常都會做折 到時才會買多些 有些你要看清楚 因為你在香港是不會覺得有的 但在淘寶上是會有的 一些食品是雪藏食品 你要弄清楚 你真的要看一看 那個食品是不是雪藏的 因為我試過那時候 塗一個火鍋回來 即是那些積熱火鍋 原來其中有些軟是雪藏的 你不要以為它雪藏做得不好 如果我不是在香港就沒事的 因為它真的給兩三個 冷的雪袋進去 即是那些叫做什麼 你放在冰格 會結到一塊冰 本身是軟的膠 有在裡面 但你放在冰格 它會結到一塊硬 就可以幫你的冷食保溫 它是放了兩三隻 它跟你沒有氣場 它真的這樣雪藏 送給你的 即是你在內地沒有什麼問題 但你在香港就很有問題 你要看清楚 它是不是雪藏食品 是的話 你不要買 另外一件事 就是不要買貴的家電 小家電可以買 但不要買貴 我現在這部 職業的飲水機 用了兩年多 起碼有兩年以上 現在有點問題 我打算更換 其實問題不大 只是顯示屏 很多道水 或者水量方面 是有少少問題 但其實就不太影響 即是有時候 較到99度 是偶爾沒有了一棟仔 但你也看到 但我都打算買一部新的了 我現在就猶疑買 買現在這隻 還是買另一隻 那 為什麼不建議買貴呢 那 不是貴價東西不好 真的貴價東西一定好 因為我現在 飲水機 這裡就是機器 旁邊才是水壺 即是左右分的 但我發覺很多這些職業的飲水機 那個水壺 就在後面背面 因為我放在我這邊 那它背面就是長 那我便很麻煩 每次都要拖它出來 然後拿那個水 所以我覺得麻煩 所以我選一些 因為大部分都是背面才是水壺 那方法就是窄身少少 方便你收藏 但你不好處就是 你每次都要拖出來才拿到水壺 或者是要在高企 高拿去的水壺 那我自己 那 要左右放的 那發覺 要不就只有我這隻 要不就 款式少 不是說款式少 真的你肯給一七九九二二一九九 是很多款 但問題是 要不需要買這麼貴 我現在如果買原裝這款 其實是三百多元 四百元 那時候連累心是四百多元 那現在做特價 因為累心我還有的 那現在做特價 只是一部機二百七十多元 人仔二百七十多元 相對是便宜了少少 比我當初買便宜了少少 更何況當初買的時候 人仔貴嘛 現在人仔便宜 要是常溫水 常溫水是二十多度的 接著去到九十九一百度的 那如果你積熱積冷的那隻 那你可以制冷是大約十度的水而已 那方便夏天嘛 夏天而屁肋肋肋肋 你喝常溫水你真的 很難說 那當然這個會貴一點的 那這個就可能七八八百元 接近一千元的 那當然有很多漂亮的牌子 亦都有很多 很多功能 很漂亮的款 那要一千多元 那我就覺得不值得 不是說它不好 是所謂不值得是你風險太高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就是這些家電 如果壞了你會怎樣 你如果買這些小型家電 你預了壞的話 你是不會拿去收的了 你亦都沒有本事拿去收 正如我們買一個百多元的那些 大家不是知道 有些百多元的電爐 很小隻而已 救你六個公仔麵 殺隻蛋那些 你覺得你百多元 你還會不會拿去 葵涌山頂那裏 繞幾兩粒鐘 然後走十幾二十分鐘 拿過去維修 然後維修完 第二天再走這樣的路程 你是不會的 百多元的 你就算了 我不是說這幾百元是要算的 是你難道扭回深圳維修嗎 你不要玩了 還有你要有個風險就是 你經過這麽長途拔洩的 你是不是會燉壞呢 有時候你收到一些機器壞 我經常都說的 如果我姐姐那些恨國黨 或者是 又未知反共的 總之是不喜歡中國 歧視國外的 就說中國的東西是這樣的 但她不會想 長途拔洩的機器是會 燉壞的 是可能會壞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跟她說 她就說 中國人粗魯 肯定內地燉壞 我告訴你 通常你都不會覺得是內地燉壞的 在我角度 我認知我不會覺得是內地燉壞 我覺得是香港燉壞 你知不知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淘寶這些 你如果壞了 回收回去的 是那個速遞員 因為這些淘寶是免費退貨的 但退貨不是自己去哪裏退的 那個速遞員是會上門來收的 你問一下那個速遞員 你是那個速遞員 你不疼著這件事 等一會 萬一等到金波 他是要上門來收回的 雖然有錢 但是那個東西都很重 大佬 一部這樣的東西 連上packing 3kg 但是如果你送其他的 可能細細健輕的 有時候我自己淘寶 有時候細細健輕的 1kg 你只是這件事 3-4kg 有些人淘寶的 是更加嚴重的 好像我現在這部冷熱出風的 是6-7kg以上 你叫他上來收回 等一會 萬一你那個是樓梯的話 他不PK你 所以他們一定很小心這些 因為他們不想上來白做 或者白回收一次 所以通常出事就是香港 因為怎樣 如果你作為送出大的 扔下就算了 你又不知我是誰 你又不能投訴我 加上如果真的壞了 你都是找代理商過來 不關我的事 喂 我這樣的推測很合理 所以通常會出事的就是香港這一段的 叫做集運 或者是那些叫做速遞 通常是這一段出來的 你不用 我自己見那些叫做 集運店 即集運那個站 他都是把東西砍來砍去 我看到的 有些人把東西砍落地 他就把東西砍進去 地下 鋪裡 都是這樣砍進去 所以 很多時候這些 當然啦 飲水機這些這麼大的 他就不會放進那個 叫做尼龍袋裡面 就會另外一個箱 他就會看到 這個電器可能會小心一點 沒有這麼大力 但如果你裡面那些尼龍袋 他看不到的 你是那些 小過這些 可能這麼大的 電器物品 他可能就會砍掉 所以我會覺得 不要投資這麼貴 尤其是在電器方面 如果你是像我這樣 將來我退休 我真的回了上去地主 頭貴一點點 又真的一勞永逸 那些電器通常有三十天的 有什麼事 它通常有三十天 電器通常有三十天的 香港電器通常有七天的 通常有三十天免責退款 就是我們香港退的 七天內有什麼問題要退 就馬上自己拿下去 但是他們就是三十天的 有很多時候就是 你無條件地退的 不需要說理由 你說退就退的 有三十天是長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保障比香港大 所以大家要買的就趕快買 我覺得三副都值得買的 如果大家又想買便宜 又想趁熱鬧買便宜 但又不知買什麼好 建議大家 貪得意可以的 就是買防潮豬 即是吸濕袋那些 我拿給大家看 不是說一定是這隻的 即是這些吸濕袋 其實是值得買的 香港這些吸濕袋 是十幾元一隻的 我這隻是230克 吸濕豬有230克 就是大隻一點 好像都是4元 看你哪隻牌子 4、5元人仔 比在香港買便宜一段 我覺得香港經常要用的 還有有一件事 就是這些東西是重的 那你淘寶運費 你一次過叫它運過來 那淘寶運費 如果你送到上門 都不太貴 我建議 就不是直接運來香港 是去個中轉站 即是你淘寶的集運倉 然後再下來 是會便宜些的 如果你直接下來香港 是貴些的 那有些淘寶店 它是說明你買滿多少 即是淘寶裡面有些店 是說明你買滿多少錢 是直接運來香港的 是不用錢的 那你可以看一看 對不對 你呢 首先是見貨對不對 你 第二 見貨和價錢都對的時候 你就看一下 有沒有這些免費 免費餐 那可以這樣看 那就可以買這些 那反正它一次過送來 那你就不用拿 大哥你知道這些買的 你買你是要自己拿的 都重的 那所以就算我計算 連運費 都比在香港還熟 那最重要的又不用我拿 那大家要看一看 你有沒有時間收淘寶 那我那天就在這裡很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外面 那個管理處就連了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有東西放在門後 24小時就會收了 那我就在想 24小時內 還是24小時後 你才會幫我收呢 那我就問我管理員 那我管理員就說 不是 他不是針對這件事 是過一次防署來查 那有些人就把私人文品放在外面 那不是說你的淘寶 你淘寶就能放的 因為你是放幾個小時而已 你不會說放整天 那些人是長期放在外面的 所以才下這個命令 所以很安心地繼續圖 那現在12點了 我自己要出去吃東西了 那今晚再和大家聊天 OK 拜拜 拜拜